这二舅奶奶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怎么还没来啊 这都等了两个小时了 真是的 仔细这么一想 我今年相亲也相了有三十多个了 一次也没相成 这次我可得把握好了 不能让他跑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让你久等了 你就是我二舅奶奶介绍来的相亲对象 你好 你果然和你二舅奶奶说的一样 大眼睛 小嘴巴 尖下巴 摘脸蛋 还挺好看的 其实大家都这么说的 看来我二舅奶奶说的果然没有错 你这嘴巴确实挺甜的 这长的吧还算是一表人才 有点像彭于燕 其实我更像吴燕祖 先不探测我的高颜值了 我跟你说 你二舅奶奶她这个人啊 就是喜欢说实话 既然我们都是来相亲的 那你就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啊我叫巅峰 什么巅峰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爸妈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啊 因为我爸妈对我的期望特别大 想让我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就给我取名叫巅峰 这么巧啊其实我也叫巅峰 我爸妈其实跟你爸妈一样 也是希望我能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给我取名叫巅峰 那真是太巧了 你看你也叫巅峰 我也叫巅峰 两个巅峰 那你姓什么呀 哇 我姓白 你姓白 白巅峰 你叫白巅峰 是啊 那你姓什么 我 我姓杨 我叫杨巅峰 杨巅峰 白巅峰 杨巅峰 白巅峰 杨巅峰 行了行了 不然别人真以为咱们俩巅峰呢 你俩真是天作之和 是啊 这也太巧了 走 我去请你吃饭 好